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单链接就在视频下方 以下以作者的第一人称讲述 在泰国有一种很神秘的仪式 当家人出现解救不了的重病或者遇到危机时 家中最年长的老人会舍弃自己的生命 走进万毒森林再也不会出现 家人的重病或者危机会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解除 至于去做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只有年龄到了77岁的老人 才有资格通过黑衣阿赞的启示 得到这种保佑家人的仪式方法 而老人们却都守口如瓶 知子不提 有些老人 甚至在走出寺庙的时候 脸色煞白 双目无神 像是经历过一场恐怖绝伦的事情 不过有个小孩曾经说过 他跟着爷爷睡觉时听到爷爷说的含糊梦话 只记得几个字 涅槃 血迹 蛇神 乍伦走后再没有出现过 而这间宿舍却像是受到某种禁忌 只有我住在里面 想到那天晚上 宿舍门口被烧死的蛇群 红森惨死 乍伦变成一条蛇 我得了奇怪的皮肤病 为了给我治病 带我去万都森林里面他的村庄 一村人都变成蛇 还有那奇怪恐怖的双头蛇 我分不清 到底是如乍伦所说的 因高烧昏迷产生的梦境 还是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后来 当我以为 能够把这件事情丢弃在心底 再也不去想事 却发生了那件事情 一天 教室里 老师叫都望 是个人体解剖学老师 都望已经把人体结构图画完 正在给我们诸葛讲解着 学生们安静地做着笔记 生怕漏过每一个小细节 突然 扑通一声 我身后传来有人摔倒的声音 我急忙回头看去 一个男生 面色轻紫地躺在地上 嘴里吐着墨绿色的泡沫 而他的脖梗处 赫然浮现出紫青色印记 教室里的学生们 顿时乱了手脚 手忙脚乱地扶起那个男生 送往学校的衣物室 而更多的人开始不停地打喷嚏 眼泪鼻涕控制不住地流着 每个人身上都开始浮现出可怕的青紫色 一块块蛇鳞般的痕迹 在他们裸露在衣服外的皮肤上 隐隐浮现 这就像一种可怕的病毒 迅速传染蔓延着 教室里所有人开始打喷嚏 晕倒 还有几个像是忍受不了极度的寒冷 如同是赤身裸体躺在雪地里一样 悬缩着身子瑟瑟发抖 全身不知觉地抽搐着 教室里一片混乱 女生开始恐惧地尖叫 男生则争先恐后向外跑去 还有一些人面色恐惧地跪在地上 双手合十 用我完全不懂的态语 在祷告着什么 但是没多久 几乎所有人都晕在地上 只有两个人没有受到影响 我和独妄 一席中 我好像听到有人喊了一声 草鬼 学校把这条消息封锁了 作为泰国著名的医学院 学生们的治疗条件和设备自然是最先进的 我作为幸存者对这件事情也进行过推测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乍伦回来了 可是想想又觉得可能性不大 虽然和乍伦接触不多 但是他不是坏人 这点 从他带我到万毒森林的村落治病就能看出来 到了上午的第三次节课 在那场奇怪的病症中 另外一个不受影响的人都忘老师 却没有出现 同学们开始窃窃私语 直到副校长走进讲堂 说渡网家中有事 这几天不来授课 大家才一哄而散 我回到宿舍楼 正要推门时 我发现门是虚眼的 我闻到从屋里传出的扑鼻香味 浓浓的牛肉香味 里面夹杂着面条的清香 更妙的是 居然闻到了葱花香味 而煮方便面试 一定要撒上葱花的人 除了他还有谁 我最好的朋友 月饼月无花 我连忙推门 一个轻瘦的少年正蹲在锅前 锅下放着一尊酒精炉 吐着蓝汪汪的火苗 面饼正慢慢散开 一点一点变大 把佐料放进去 用筷子搅了几下 顿时一股香味弥漫开来 我被这锅方便面 勾得食指打动 一时间忘记了这几天的郁闷 四处找筷子 月饼成了碗面 又栽栽 吸流吸流吃着 一边吃 一边解释着他的行踪 那天睡大劲了 索性关了手机 去西藏溜达了一圈 想看看能不能在山沟里 碰上个正宗铁包巾 就是最纯种的藏袄 直到前几天才开手机 学校说 再不来就开除 我花了不少钱打点了一下 才过来的 我一时气解 不过想想 这道也符合月饼一贯的形式做法 倒也觉得很正常 他是个富二代 经常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游 日子过得很随性 我哗啦了一碗面 就忙不迭跟月饼讲着 来到泰国后的种种诡异事情 月饼一言不发地听我讲道 同学们得了怪异的皮肤病 起身背起包 走 我傻眼了 干嘛去 月饼反倒是很奇怪 我会这么问的表情 万毒森林啊 我差点把舌头吞进肚子里 你疯啦 要去你去 反正我不去 月饼说 如果真的是你得的那种病 也只有万毒森林里舌村的人能救治 月饼扯着我胳膊就要走 我使劲把手挣出来 别说上次进去我一时模糊 根本没记住路 就算是记住路 我也不想进去 我还年轻 不想进去喂鳄鱼 月饼懒得和我啰嗦 背着包就往外走 我戳在寝室傻愣了半天 一咬牙跟着冲了出去 月饼 等等我 我踩着泥泞的腐败树叶 时不时还冒出几个泡泡 围在斜周围 每一次拔脚都显得那么困难 抬头看着密不遮日的树林 纵横交错的枝丫上面 时不时爬着巨大的蜥蜴 和树干一个颜色的蟒蛇 这是我们进入万毒森林的第三天 我迷路了 在这片十万平方公里左右的万毒森林里 寻找一个芝麻大的村子 无异于大海捞针 好在月饼野外求生经验确实丰富 这几天中间有些小险情 总是能化险为夷 那天走累了 我点了根烟 拿着军用水壶灌了几口 一屁股坐下去 觉得树叶底下有什么东西 咳得慌 顺手摸了出来 是一根骨头 树林上空 惊起一群飞鸟 托朗朗乱飞着 身后的半个人多高的杂草里 窜起几六灰线 不知名的小兽四处逃窜 我慌忙起身 身下的树叶粘在裤子上 露出了被叶子掩盖的一具完整窟窿 可能由于年代久远 窟窿已经变成暗青色 两个空洞洞的眼洞里 钻出了一条巨大的蜈蚣 胸骨的位置已经被我作断 骨头茬子泛着幽暗的光芒 想到刚才坐在窟窿上面 我忍不住吐了起来 月饼蹲下身 拾起根树枝仔细扒拉着 南瓜 我想你所说的蛇村 可能就在附近了 我偶得只剩下酸水 擦了擦嘴 为什么 月饼已经把树叶清理干净 你仔细看 我强忍着恶心观察 发现那具窟窿 哪里不对劲了 海骨的上半身 是完整的成年男性 但是下半身 却像是把两条腿骨敲碎了 重新扭曲接在一起 无数细小的骨节 拼连成一条长长的骨柱 又像是这个人根本没有腿 而是脊椎直接从尾椎骨延伸继续生长 有一种畸形人 生下来就是双腿腿骨粘连在一起 下半身看上去 就是一大块光滑的肉条 被称为海豚人 我想起乍伦 他的腿可是好端端的 为什么在这里 会出现这样一具奇怪的骷髅 而这具骷髅 就是蛇村人真正的面目吗 我打了个寒颤 天快黑了 今晚就在这里休息吧 不得不说 月饼的野外生存本领 确实高明 原本潮湿又透着腐败味道的草地 本来根本无法入睡 月饼用锈针弓冰铲 挖出长宽差不多两米的正方形小坑 挖出的土堆在坑旁边 再用搜集的干树枝在坑里烧火 直到地面被烘干 挖出来的土帽干净了潮湿的白气 才扑灭了篝火 将草木灰瓶铺在坑里 把坑边的土眼在草木灰上 铺上均用野战毯 躺在上面 只觉得暖洋洋的热气 顺着毯子钻进四只百骸 和北方的土炕差不多感觉 甭提有多舒服了 月饼为了防止毒虫猛兽的袭击 还沿着简易土炕洒了一圈硫磺 我枕着胳膊 透过茂密的树棺 看着躲在树叶里的星星 想着那具奇怪的骸骨 心里多少有些害怕 月饼 你说那是不是个人 月饼叼着根草说 我哪知道 不过 我觉得应该距离乍伦的村子不远了 我使劲吸了口气 原始森林里的空气 确实够清爽 比兴奋计都好使 顿时轻飘飘来了精神 你别不是忽悠我吧 我这当事人还没感觉呢 月饼叹了口气 我说不上来 这种感觉很奇怪 也很微妙 对了 你的红桶怎么变黑了 这话倒把我问住了 正琢磨着该怎么说何事 月饼忽然坐起身 直勾勾地看着森林深处 这一惊一乍的举动 让我心里一紧 正要询问 月饼摆了个噤声的手势 听见了吗 好像有声音 仔细听了半天 除了夜风挂着树叶的素素声 哪里有什么一声 再仔细听 顺着风声听 月饼边说边站了起来 打起手电 对着西边看去 随着光柱来回扫动 忽长忽短地照在树上 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不过这个气氛 倒是有些恐怖 忽然光柱扫过一棵树的时候 我好像看见了 树上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月饼也发现了 急忙把手电照了回去 一团黑压压的东西 停在树上 拧大了光圈 我看清楚了那团东西 竟然是一张巨大的人脸 灯圈把人脸完整地笼罩着 那棵树足有两米多粗 人脸占据了树干四分之三的面积 五官异常清晰 难道这棵树已经成了金怪 到了晚上就会幻化成人形 月饼网长着人脸的那棵树走去 白天你注意到了吗 我记得这棵树没什么异常 我安安佩服月饼胆子大的没边 心里踏实了不少 月饼还没搞清楚状况 先别过去 月饼哼了一声 把砍刀拎在手里 他还能吃了我不成 我这下急了 万一真是个妖魔鬼怪 你一把破刀管个屁用 又不是孙悟空的金箍棒 正说着那张人脸又起了变化 像是从树干上长出来的人脸 忽然眉毛动了动 向两边拉伸又缩了回去 原本看上去椭圆的脸庞 下巴变得尖尖的 将整张脸拉长了许多 看上去更加诡异 而从左眼里流出了一行浓稠的黑色泪水 躺到嘴边像是画了油彩的小丑 呼呼 人脸突然咧开嘴 对着我们笑了起来 笑声越来越密集 越来越响 如同千万只蜜蜂在耳边飞来飞去 人脸摆出各种各样诡异的表情 最恐怖的是 有一个表情就像是整张脸像是融化了 完全软软的塌了 又瞬间恢复了原样 我忍不住捂着耳朵哆嗦起来 月饼紧紧盯着那张脸 嘴里嘀咕了一句 把腿向那棵树冲过去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月饼已经跑到树前 却像是被一拳击中 步子弯下了腰 我顾不得许多 也跟着跑了过去 还被一根断肢扎破了小腿 火辣辣地生疼 月饼低着身子 指着树干说道 别乱动 我凑近了看 才松了口气 这哪里是张人脸 分明是一群密密麻麻的 蚂蚁爬在树上 只是凑巧 摆出了人脸的造型而已 不过这些蚂蚁 个头倒真是不小 挺着滚圆的大肚子 足有苍蝇那么大 互相挤压蠕动着 啃咬着树干 我庆幸 还好没有密集恐惧症 要不这视觉效果 足够记一辈子的 心里又有些奇怪 为什么这群蚂蚁啃食树干 看体型也不像是白蚁 月饼说 这是亚热带一种特有的蚂蚁 叫活猎蚁 以动物的鲜血为生 当然也包括人血 月饼小心地用树枝 挑起一只 轻轻捏破 拨得一声 以肚里爆出一汪鲜血 难怪 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月饼用树枝扒拉开一群 蚂蚁纷纷落在地上 那本是聚满蚂蚁的树干上 露出一道道深深的刻痕 里面是干涸的血迹 月饼挑了一点血迹 坐在鼻尖纹了纹 又伸舌头舔着 这是人血 不知为什么 月饼这个举动 让我觉得很陌生 好像他根本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月饼 而是有人装扮成他的样子 因为月饼虽然懂的事情比较多 但是这些举动 确实有些太专业了 完全超出了我所认识的那个人 所能掌握的 有了这个念头 我突然意识到 月饼看似貌貌实实 进了万毒森林 但是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他的背包里 总是会有相应的东西使用 根本不是所谓的常年远游 装备包里都有这句话 所能说得通的 况且 只是听了我一息话 就决定来万毒森林 要么就是太不冷静 要么就是早就准备好 要来万毒森林 那为什么一定要拽上我呢 眼前这个人 做足了来万毒森林的准备 我只是他的一个棋子 或者是引领他到达蛇村的引路人 我问 你到底是谁 刚才被树枝滑坡的小腿 疼得更厉害 但是我顾不得管他 后退了两步 月饼微微一愣 眼神突然变得很怪异 上下打量着我 猛地向我冲来 我措手不及 被他推翻在地 我一脚踹了过去 月饼右手拳起 夹住我的腿 左手掏出匕首 对着我的腿肚子扎了下来 完了 我心里一凉 竟然算是 胶带在万毒森林了 腿上传了一阵剧烈的疼痛 一片肉被月饼生生刮了下来 隔开的腿肚子上露出白色的肉 很快渗出了一片芝麻大小的血珠 你什么时候被划破了腿 月饼麻利地从旅行包里 掏出平二锅头 倒在伤口上 火辣辣的灼痛感 疼得我差点背过气去 眼睁睁看着他 拿出一卷一用纱布 熟练地给我包扎完毕 带着流着血的伤口 靠近火猎蚁 你找死啊 月饼把剩下半瓶二锅头 撒在地上 我才发现一群火猎蚁 向黑色的溪水向我爬过来 被浓烈的酒精 生生阻断了道路 又向两旁绕行 月饼架着我回到硫磺圈里 才喘了口气 要不是我刚才发现得快 你这条腿 估计现在就剩下几根骨头了 我心有余悸地擦了擦汗 看着硫磺圈外 包围着我们的火烈一群 心里直哆嗦 腿上又疼又骂 你到底是不是月无花 月饼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 好一会儿才说到 游龙阁 我没好气回了一句 老板娘 游龙阁是我们学校后面的一个小馆子 做得烤鱼堪称一绝 我们俩晚上经常翻墙出去搓一顿 喝得醉醺醺回宿舍 正所谓醉醺之一不在酒 漂亮的老板娘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就算不能下手 但是秀色可参嘛 我确定面前这个人确实是月饼后 连珠炮地问道 你怎么突然间回了这么多东西 这次来万毒森林 是不是早做好准备了 月饼摸了摸鼻子说 难怪 不是我不想告诉你 而是不能告诉你 别着急 等到合适的时间 我自然会一五一时对你说 他这个态度让我很不爽 我冷笑着说 是不是等我挂在万毒森林 烧纸告诉我呀 月饼脸上闪过一丝怒意 却又无奈地摇了摇头 换我是你 也会不高兴 但是现在真的不是时候 我心里头火气疼得窜起 还没等骂出口 远处传来凄厉的惨叫 我从来没有想到 一个人会发出如此凄惨的叫声 既像是突然失去亲人的哀嚎 又像是身受急刑后 撕心裂肺的痛呼 更像是看到最为恐怖的事情后 发出的惊恐尖叫 而这一声惨叫 出自一个人的口中 虽然声音完全改变 但是我依然听出了 这个人是谁 乍伦 远处的树枝 哗啦啦响个不停 伴随着跌跌撞撞的脚步声 一个人几乎是半爬半跑地冲过来 尖尖的下巴 苍白的脸色 晶亮的眼睛 正是救了我一命的乍伦 坏了 月饼大吼道 别过来 乍伦双手和膝盖 已经磨得 尖了白森森的骨头 眼神散乱 完全没有焦点 寻着月饼的声音向我们这里望来 忽然 他的眼神变得恶毒锐利 狂嚎一声 双手在空中胡乱摆动着 猛扑而来 而他的前方正是密密麻麻的火猎椅 火猎椅顺着乍伦的腿向全身涌上 乍伦惨叫着跌倒在乙群中 黑色的乙巢瞬间将他淹没 我听到了牙酸的势肉声 还有乍伦微弱而怨毒的身影 骗子 恶魔 他的手挣扎着从一巢中深处 五指钻成拳头 又哆嗦着张开 火猎椅扑了上去 片刻间就变成了一节节白色的骨头 泛着冷冷的月色 这种惨绝人寰的视觉刺激 让我忘记了恐惧 只是傻呆呆地站在那里 不停地回想着乍伦和我一个寝室时的阴容笑貌 还有他临死前那句话 密林深处 突然传来几声尖锐的怪叫 像是小时候萧柳之座失败的柳笛吹出的声音 火猎椅群听到声音 萧无声息地退向密林深处 只留下一句被啃得坑坑洼洼的残骨 那腹骨架腰椎以下 是一条有无数细小骨头组成的腿骨 两行被水顺着脸庞滑下 在我的下巴上凝聚 久久不坠 月饼擦了擦眼角 声音有些悲怂 南瓜 我们可能被利用了 我只觉得胸口闷着气 忍不住吼道 到底怎么回事 怪叫声越来越急促 轰得巨响传来 如同炸弹被引爆后的地面波动般颤动着 月饼脸色突变 快点 要不来不及了 我虽然不明白月饼这几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但是看来密林深处肯定发生了异事 乍伦死在我面前 他的村落是不是也受到了攻击 跌跌撞撞地跟着月饼向前跑着 大约两根烟的功夫 眼前豁然开朗 一座小村庄一山而建 村门口树立着两尊奇怪的雕像 这正是乍伦的村落 数十条黑色的马流 从草丛中钻出 像潮水般涌向村落里 一群在地面行走时发出的声音 就如同两块玻璃不停地摩擦 刺耳地让人牙酸 依稀能看到村落里人影绰绰 疯狂地跑动 几条圆长的身影在村中食饮实现 如同鞭子抽落在地面上 大地又是一阵阵地颤抖 忽然 一条蟒蛇在村中央高高扬起 轮胎粗细的身体上 泛着乌黑色的灵光 发出熬的怒吼 又猛地探身 尾巴甩动 木屋被横扫断裂 噼里啪啦地塌落 尘土如核弹爆炸后的蘑菇云 升腾而起 我再也看不清村里的情景 只看到蟒蛇在灰尘中甩动着身体 像是在捅什么东西搏斗 我心里一颤 那只蟒蛇从脖子处分出两个头 双头蛇神 惨叫声在村中响起 几个人从村中手舞足蹈地跑出 拼命地扑打着身体 像是身上燃烧着熊熊大火 身后的火烈以群像是吞噬一切的火焰 疯狂追击着 我这才看清 无数只火烈已爬在他们身上 撕咬着每一寸血肉 鲜血如雾 蓬蓬地从身体中蹦出 一瞬间 那几个人身上 就布满了芝麻粒大小的血洞 亮亮呛呛跑了没几步 终于跌倒 仍然用手指死死抠着地面 深陷土中 挣扎着向外爬着 以群如巨浪 把他们瞬间淹没 只看见在黑色的乙群中 不停地翻滚着人形涌起 几条长长的尾巴从中探出 又软软拍下 阵气片片一失 惨叫声越来越微弱 终于再也听不见 以群又重新返回村中 只留下和乍伦一模一样的尸骨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月饼不停地重复着 双膝一软 跪在地上 手指探进头发里 使劲地撕扯着 我被眼前的惨剧震撼得说不出话 嗓子里如同堵了一块烧红的木炭 刺痛灼热 南瓜 对不起 月饼在抬起头的时候 眼睛里竟然流出了血泪 我听信了他的话 那个人是谁 我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灵光一闪 忽然想到了一个人 都忘 月饼的话 证实了我的判断 月饼擦着血泪 脸上红白一片 看着特别诡异 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讲 如果来得及 或许还有挽回的可能 跟着我 别乱跑 我来不及消化月饼 这几句话的含义 刚才突然想到都忘 也完全是因为 他是除了我之外 没有受到怪病传染的人 看月饼的表情 似乎和都忘之间 达成了某种协议 而且被他设计利用了 进到村里 倒塌的木屋 支棱着段木茬子 几具骷髅插在上面 骨骼表面 坑坑洼洼满是 芝麻大小的圆点 地面如同被水洗过 留下了一道道 细长的足迹 那是火烈一群 爬过留下的痕迹 村中央的广场 依然雾气腾腾 随着嘶嘶的蛇吼声 依稀能看到 双头蛇神在翻腾 还有一道 类似于人形的 模糊身影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那道影子 看上去 要比正常人大很多 而且分外臃肿 完全不符合 人体正常构造 倒有点 日本巨型 相扑手的架势 空气里 弥漫着蛇腥味 呛人的尘土 一直往鼻孔里钻 我忍不住咳嗽着 月饼双目赤红 翻着包正找着什么 忽然 尘土包围的广场里 响起凄厉的怒吼声 等 一道闪电状的裂缝 从广场地面延伸出来 恰巧从我们中间划过 我立足不稳 一个亮枪 险些掉了进去 月饼盲把我拉住 我看着深不见底的裂缝 阵阵凉气从地底涌出 刺得骨头生腾 我扶着地大口喘着气 忽然我好像看到裂缝里面有一张白色的近乎透明的床 床上躺着一个人 我以为产生了幻觉 使劲睁了睁眼睛 看清裂缝里的东西 全身汗毛竖了起来 那不是一张床 而是一块大约两米长一米半宽的石头 表面如同涂了一层油脂 泛着盈盈白光 波光流转中 我看到那个人并不是躺在石头上 而是被牢牢镶嵌在石头里面 古铜色的皮肤 棕色长发长发及腰 精致的瓜子脸 微闭的双眼似乎在颤动 像是随时都会睁开 这个女人我曾经见过 但是我完全记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她 大脑就像是被闪电劈中 裂成两半 脑神经彻底崩断 眼前闪过无数记忆碎片 飞机、女人、乘客 一张风筝 我的思维定格在那张诡异的风筝上 但黄色薄薄地透着油光 孤零零地飘在天空 像是张人皮 我想起来了 人皮风筝 那个在石头里面的女人 是在飞机上给我讲人皮风筝的故事 有莫名其妙消失的女孩 她怎么会在蛇村 又怎么会在石头里 我来泰国的一切诡异经历 都是从她讲了人皮风筝开始的 可是我明明记得空姐对我说过 本来应该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先生 名字和人皮风筝故事里面的唾凯一模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看什么呢 月饼手里拿着一个黑漆漆的淘土坛子 看我神色不正常 也探头向地风里看去 我膝盖一软 失去了支撑力 跪在地上 大口喘着气 石头 女人 弟弟 月饼奇怪地看着我 又看了看弟弟 在抬起头时 看我的眼神 就像学校里面的师生看我一样 好像我是个怪物 或者精神病人 难道月饼看不见 我心里冒出一丝寒意 难道只有我看得见 再向下看去 那块石头端端正正地沉在地底 女孩安详地躺在里面 我正要张嘴问月饼 广场中央突然卷起了一道漩涡状的气流 强烈地吸力 把碎木砂石抽向广场 这股吸力越来越强 我身体完全不受控制 不由自主地被气流吸向广场 双脚眼看就脱离地面 正当我要被气流卷起的时候 一只手紧紧抓住了我的腕子 月饼一手抓着裂缝 一手死死抓着我 我像木流中的一节木头 被气流吸得笔直在空中 五脏六腑好像全都涌到腹部 挤压在一起 胸腔像被抽干了 空荡荡地无比难受 恍惚中 我看到月饼抓着地缝的手指 煞白煞白 指关节却欲轻一片 直指乌黑 终于横裂开口子 鲜血还未流出 就被卷入空气中 砸在我的脸上 刺啦啦地疼 渐渐地 月饼的身体也跟着飘起 和我一起摇摆在空中 唯有那只手 仍死死地抠着裂缝 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只想拼命地把他的手甩开 就在这一时 他身下压着的陶土坛子 飞向广场中央 在嘈杂的声音中 我听见身后微弱的爆裂声 空气中的犀利忽然小了 扑通扑通 我和月饼落在地上 四肢百骸惧痛不已 你怎么不松手 我妥了口满嘴的沙子 你是我兄弟 月饼摸了摸鼻子 目光却转向广场 眼中透着迷茫的神色 双头蛇神 我转过身 终于又一次见到了双头蛇神 谢谢你们俩 广场上站着一个人 冷冷地说道 都望 那只神秘的双头蛇神 此时失去了初次见他时的威猛 软塌塌瘫在地上 无黑金属光泽的蛇身 全是火烈已咬出的血口 腹部还有一处炸烂的伤口 尾巴不自觉地抽搐着 双头蛇神无力地抬起头 那颗美丽的女人头对着我微微一笑 眼角躺出两行浓血 舌头却张大嘴巴 带着倒垢的牙齿 滴着绿色的毒液 长长的杏子 舔视着女人的脸 后肩发出呜呜的哽咽声 她在哭 我的眼泪也不争气地流出来 都望浮了浮眼镜 深深地看着月饼 如果没有你 我是找不到这里的 月饼像是被闪电击中 全身颤抖着 嘶哑着嗓子吼道 你这个混蛋 都望仰天长笑着 我混蛋 你知道 我为了这一天等了多久吗 你知道 我们为了寻找它 费了多大心血吗 都望指着我 眼神中充满了嘲弄 这些话都钻进了我的耳朵 那一刻 我却出奇地平静 缓步走到双头蛇身跟前 轻轻抚摸着那颗 丑陋恐怖的舌头 手掌上传来冰凉的死亡气息 粗糙的鳞片划破了手心 一抹抹鲜血 伸进鳞片中 女人头又对我笑了笑 张嘴说出了一段 我根本听不懂的话 她的声音很美 软软的 沙沙的 就像冬天露室里的暖炉 温暖着我冰冷的躯体 舌头伸出杏子 一遍一遍 抹扎着我的手背 我感到了久违的温暖 只有亲人 才能给予的温暖 我忽然感觉 双头蛇身很熟悉 很亲切 很久以前 我们就这样相互依偎着 从未分开过 我猛地回头 愤怒地瞪着月饼 如果不是她 我根本不会再来万毒森林 这一切也根本不会发生 月饼张了张嘴 却没有说什么 只是又低下了头 你们之间的感情 果然非常好 都望从怀里掏出根木哨 响起刺耳的哨声 地面翻起一堆堆米粒大的土颗粒 火烈已从地下钻出 涌上她的身体 瞬间把都望包裹得严严实实 只留下一双眼睛露在外面 舌头猛地睁开眼睛 露出仇恨的目光 想奋力挣起 却只是挺了挺脖子 又软软地倒下 女人嘴里慢慢渗出一缕血丝 舌头乌乌悲鸣 爱怜地舔尸着女人美丽的脸 女人微微睁眼 笑着摇了摇头 又缓缓闭目 唯有你男小楼 才能得到双头蛇神的信任啊 都望指着我 蚂蚁速速掉落 又立刻爬到她身上 密密麻麻挤在一起 说不出的恶心 只有人鬼步 才能出现红铜之人 但是 自从阁部八宋之后 人鬼步却不再有红铜之人 我们古族为了复古之战 派人潜入人鬼步的村落才发现 原来红铜婴儿都被送出了泰国 散布在全球各地 看来 人鬼步已经知道了隐藏千年的秘密 每一个红铜之人 在佛古之战时 只是古族的牺牲品 并不能解除人鬼步的诅咒 我和满歌锐 私下抓住人鬼步的人进行拷问 直到下了古才得知 最后一个红铜婴儿 十八年前送到了中国 有多方查询 终于找到了你 南小楼 都忘短短几句话 却让我如同五雷轰顶 瞬间没有了思维 眼前不停地出现几个字 我是泰国人 我是人鬼步 独望接着说 也许你们不知道 人鬼步的祖先 名字叫秀珠 在千年前 因为一个复兴汉 他成了女像男神的怪物 而我们古族的出现 也多亏了他留下的一本古书 古族创始人是一位僧侣 据说是救了秀珠那位高僧的徒弟 也是泰国第一位黑衣阿赞 他学习了古术之后 却被当时的佛教视为异类 被活活烧死 但是古术却传了下了 涉于佛教的势力 只能隐藏于黑暗之中 这也是佛谷之战的由来 广场出了呜呜的风声 只有都望森冷的笑声 在不时回荡 我坐在双头蛇神旁边 眼看着女人脸上 已经出现了死亡前的青灰色 却无能为力 月饼双手紧紧抓着头发 嘴唇乌轻地哆嗦着 神色中透露出被欺骗后的愤怒 人鬼不无所谓的千年诅咒 说出来更好笑 秀珠虽是女像男神 也娶妻生了孩子 开花散果 她一直谨记高僧的教会 隐居在万毒森林里 天长地久 她的子孙后代竟然日益壮大 慢慢发展成了数个散居部落 部落里的人 却有个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每一代都会出现许多畸形 时隔千年 畸形而越来越多 使得他们更认为 这是上天的诅咒 不敢出万毒森林颁布 难得有一个正常的孩子 他们会立刻派出 融入社会学习 希望能破除这个诅咒 你的社友乍伦 就是其中之一 我茫然地听着 突然想到了一点 脱口而出 近亲结婚 你果然聪明 不愧是人鬼不得红铜之人 毒网伸出舌头 舔着嘴边的蚂蚁 卷入口中 咯噔咯噔嚼着 或许你从小在中国长大 接触的宗教太少 所以能想到这一点 乍伦学医学的目的 就是为了破解 这个所谓的千年诅咒 可惜从小接受的教育 让他始终相信 这是诅咒 我听得心中一灵 想到那几句 人身蛇尾的骨骼 隐隐觉得 事情并不是 都网说的那么简单 都网说 你的朋友越无话 再来泰国的前几天 我就秘密接触了他 如果他心中没有贪念 怎么会接受我的条件 秘密来泰国 跟着我学习了 几个月的古术呢 致你好朋友于不顾 又在这次我散布古都之后 答应我的要求 又遍南小楼 带你到万毒森林 寻找蛇村部落呢 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比发生在眼前的任何事情 都要让我不能接受 月饼早来泰国了 我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就在泰国 这次来万毒森林 使他利用我带路 让都旺游有机会 剿灭蛇村 对月饼深深的失望 和被朋友背叛的心情 让我失去了理智 我站起身 一步步走到月饼面前 定定地望着他 月无话 他说的是真的吗 月饼低着头 嘴角抽搐着 我一拳打在他的脸上 清晰地听到鼻梁断裂的声音 月饼捂着鼻子 半蹲在地上 含含糊糊地说道 南瓜 不是你想的那样 还记得 来泰国前那晚上 我对你说了什么 也许是这一拳 打出了积压在心中 很久的困惑和愤恨 我渐渐平复 大口喘着气 听月饼这么一说 忽然一愣 终于明白了 月饼那晚说的话的含义 当得知来泰国留学 我自然高兴 尤其是月饼和我同行 哥俩拎着酒 大摇大摆地 在校园里 嘚死了几圈 享受完同学们 羡慕的目光后 才回到寝室 以醉放休 不过那天 我一直觉得 月饼好像有什么心事 笑起来很不自然 有几次想说什么 有欲言又止 我也不好多问 当下也不废话 养伯喝酒 鼎鼎大醉之后 躺在床上 觉得全世界都在动 唯独我是禁止的 月饼忽然醉醺醺的来了一句 南瓜 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要百分之百相信我 都望贪婪地看着 奄奄一息的双头射身 鼓足 千百年来 一直在寻找他 鼓足世代相传 秀珠并没有死 他的皮和灵魂 附在第一个接触 鼓书学习鼓术的人身上 得到了鼓术最大的秘密 永生 这只是他的化身 真正的身体 一定藏在蛇村某个地方 只要找到他的身体 我就一定可以获得这个秘密 而你只不过是我的棋子 你得的那个蛇皮玄 只不过是我下的鼓罢了 我看出乍伦虽然不聪明 却有着庸俗的助人之心 更何况 在你住院昏迷的时候 我用业障鼓封住了你的红桶 可是他却能看见 红桶之人是人鬼步的希望 这样他就没有理由不救你 所以他把你带回蛇村 双头蛇神 用自己体内的鼓丹救了你 损失了大量元气 要不然 就算是来到这个村落里 我也绝不会斗过这条怪物 真相大白 原来我只是一枚棋子 在泰国的这段时间 我天真的以为只是运气不好罢了 其实我刻意隐瞒着内心的自卑 那双红色的眼睛 而正是因为这双该死的眼睛 我最好的朋友背叛了我 满歌锐 不忘不动声色地利用我 乍伦为了救我暴露了蛇村位置 双头蛇神耗尽力量 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山谷中响起了晚风的哀鸣 飘起阵阵蛇心味 浓得如同我心中划不开的悲伤 我的宿命是什么 红筒之人是人鬼步的希望 可是这希望难道就是毁灭吗 这时两只火烈椅爬进都望的眼睛 似咬开眼膜 从瞳孔中钻了进去 流出两股黑色的液体 都望痛横道 为了这一天 我忍受了多少痛苦 满歌锐那个笨蛋 竟然想通过佛谷之战 光大谷足 枉费了当年我把他引入谷足 最终得到这个秘密的 只有我 谷足最伟大的人都望 你们可以死了 独妄冷冷说道 随即双手交叉 嘴里念念有词 啪 火烈已像是被他身上的气流激起 飞上天空 乌云遮日般覆盖着天空 黑压压地向我们涌来 蚂蚁如同一粒粒沙子落在身上 疯狂地撕扯着皮肤 我看到好几只蚂蚁已经钻进体内 却丝毫感觉不到疼痛 也许 这就是临死前的觉悟 月饼猛地推了我一把 快跑 他扑打着我身上的火烈衣 悬然不顾 自己已经被咬得血肉模糊一片 哦 身后响起双头蛇神的吼声 一道阴影将我和月饼覆盖 那条巨大的怪蛇正着身体 勉强力气 我抬头看去 那个女人正在我对欺然地笑着 张嘴说了些什么 这次我听懂了 他说的是 我会保护你们的 舌头张开锯嘴 一排带着稻刺的牙齿 滴着绿色的毒液 向嘟望咬去 嘟望略有些吃惊 笑退两步 几股以流迅速汇聚 层层叠叠落在一起 在他面前形成了遮挡的屏障 双头蛇神撞在一枪上 将亿万只火烈已击散 尖利的舌头探出 刺向嘟望 嘟望冷笑着 一动不动地 等着双头蛇神的舌头伸到面前 他出手如电 紧紧钻住 接着向旁边一闪 躲过毒涯攻击 扯着舌头 围着舌头的的七寸处 狠狠缠绕 火烈已沿着嘟望的身体 爬上舌头吞噬着 顺着舌神钢铁般的 铃甲缝起钻尽 嘣 舌头被咬断 双头舌神在地上痛苦地翻滚着 全身鳞片张开 发出金属撞击声 女人的脸被粗糙的地面磨烂 皮肉尽碎 露出森森白骨 独望冷笑着说 没用的 谁都不是我的对手 巨大的舌尾拍打着地面 见其一股股灰尘 抽出一条条裂缝 越来越无力 越来越微弱 显然已经到了生命最后的时刻 独望根本没有理会我们 镜子走到双头舌神跟前 伸手插入舌神腹部搅动着 剧烈的疼痛 让舌神又一次抬起头 愤怒地张开嘴 吐出小半截 破破烂烂的舌头 女人头带着凄苦的微笑 闭上了眼睛 火烈以为成圈 把我们包围在里面 我们就这样 看着独望把整个手臂 一点点伸进舌神体内 翻搅着 拓拽出一节节血淋淋的肠子 谁也没有注意到 地面有条裂缝 越来越快 向独望身后延伸着 白色的光 从裂缝中升起 刺耳的尖笑 如同万千厉鬼 疯狂地在空气中撞击着 几乎把我的耳膜刺破 白光中 一张淡黄色的东西 呼得飘出 在空中盘旋了几圈 下冲照相独望 人皮疯胀 休息三秒 喝口茶 马上回来 三 二 一 我回来了 喜欢我故事的听友 可以点赞视频 以及订阅我的油管频道 搜索燃烧的故事 您的支持 使我日更的最大动力 回到故事里 独望正专心在蛇腹中掏着 浑然没注意到 人皮风筝已经飘到他的头上 只见那张人皮糊的张开到极致 皮脂纤维滋滋的紧绷声 让独望抬起头 还未等他反应过来 整张人皮兜头 把他牢牢罩住 独望在人皮中拼命挣扎 撕心裂肺地喊着 独望如同被一个麻袋罩在里面 手忙脚乱地挣托 人皮里一会儿撑出个手的形状 一会儿又顶住个脚的样子 随着嘶嘶声越来越响 人皮把独望勒得像个蝉蛹 独望在里面拼命大吼 脑袋用力向外震 人皮近乎透明 隐隐能看到独望猙獰的脸 眼看就要被震破 双头蛇神狂嚎一声 尾巴用力扫向独望 腹又软软哒喇在地上 砰的一声 人皮里传出像是挤爆了一拉罐的沉闷声 不忘的身体忽然变形 软瘫瘫的像堆烂衣 骨骼碎连挤压 血肉掺和搅拌的声音连续响起 终于整张人皮像个大步包圆鼓鼓的堆在地上 过了两久 才又开始发生奇特的变化 一双腿从人皮中长出 接着是纤细的腰肢 丰满的胸部 修长的手臂 美丽的面孔 这种奇异的变化 让我根本喘不过气 呆呆地看着一位美丽的女子 从人皮中长出 正是我在飞机上见到的那个女孩 也是我刚才在地缝里看到的十种女孩 秀珠 几个气泡在秀珠赤裸美丽的皮肤里面窜动 如同会有仪的肿瘤 顺着那张风华绝带的脸庞 汇集到头顶 其间还把她的眼睛顶出眼眶 看上去说不出的恐怖 啵啵声响起 秀珠头顶冒出一股黑气 身体不停摇晃 金色的阳光像是给她披上了一层金纱 结是结 报是报 人皮裹蛇心 患难无真情 秀珠的声音 空灵古魅 又透着无尽的苍凉 千年前 大师留了我一条活路 没想到 她的徒弟学了那本古书 成了第一代黑衣阿赞 在万毒森林把我抓住 给我下了蛇骨 让我变成了人不人 蛇不蛇的怪物 也就是这条双头蛇神 秀珠像是没看见我们 自言自语地走到双头蛇神面前 爱怜地搂抱着 已经将死的蛇神亲吻着 黑衣阿赞这么做 完全是为了得到 我能够换皮永生的秘密 可是 我又怎么会告诉她 秀珠在站起身时 沾满了蛇血 像一幅完美的油画 强烈地冲击着我的视觉 秀珠终于像是发现了我们 缓缓走来 火烈以群整齐地向两边吞去 如同被劈开的潮水 他说 你是红铜 没想到 我居然还能再次看到红铜之人 秀珠欺然一笑 接着说 我虽然中了蛇骨 被禁锢在蛇身上 但是黑衣阿赞没想到的是 我利用蛇褪 把人皮退下 包住了死在万毒森林里的一具尸体 得到了复生的机会 我本来想跑出万毒森林 告知大师 他的徒弟已经因为学习了古术 变得丧心病狂 却发现 他在万毒森林里下了强谷 我根本出不去 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所谓的永生 只是长睡不醒 每年 我在蛇月蛇日蛇时苏醒 这样的永生 又有什么用处 为了防止黑鸭赞 发现我已经逃脱蛇身 我只好藏在 能够摆脱蛊虫搜索的水晶里沉睡 当我再次醒来时发现 双头蛇神 竟然产下了许多蛇蛋 而蛇蛋中孵化出来的 都是人身蛇尾的怪物 看着这些半人半蛇的孩子们 我深感罪孽深重 可是让我万万想不到的 是这群孩子中间竟然有一个正常人 可是他的眼睛是红色的 我忍不住喊出声 这句话像把巨大的剪刀 几乎把我的脑神经以骨脑剪断 我的红桶竟然是蛇族后代的标志 我的祖先是这条双头蛇神 秀珠接着说 万毒森林里经常有猎人出没 难免会发现蛇人行踪 久而久之 竟然给我们冠上了 人鬼不这么可笑的名字 黑衣阿赞并没有收手 把反对他的人 暗中下了各种谷 灌进万毒森林 中谷之人 一旦出了万毒森林 就会立刻显出原形 全身血管碰裂而死 这也就是所谓的千年诅咒 但是唯有红桶之人 可以摆脱古咒的束缚 逃出万毒森林 也就是因为这个 黑衣阿赞的师父 得到了来自红桶之人的密报 制住黑衣阿赞 火烧而死 千年下来 这件事以鹅传鹅 称了红桶之人 是佛谷之战 关键所在的传说 虽然每年我苏醒的时间很短 但是从不足之言片语中 总算是通过这些事情 得到了大概判断 于是我决定让万毒森林里 种谷的部落 将红桶婴儿送出去 避免再受无畏牵连 我心神俱荡 完全没有听出 秀珠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月饼试探着问道 您怎么了 秀珠瞥了月饼一眼 古足 月饼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 秀珠微微笑着 是不是古足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的心有没有被蛊惑 月饼全身一震 脸上满是挂满 突然醒悟的神态 坚定地答道 没有 秀珠笑得很灿烂 那就好 我的心情略略平复 还有许多疑问想问 就在这时 秀珠脸色一变 张嘴吐出一口鲜血 滚烫的鲜血 喷得我满头满脸 秀珠软软地 抬起手 向我摸来 终于全身失去力气 倒在我怀里 月饼盲从包里翻找着东西 秀珠摇了摇头 又呕出一口鲜血 没用了 我的本体已经死了 我也活不了多久 她的身体在我怀里 迅速冷却 我这才意识到 秀珠 这个千年前的苦命女人 眼看就要真正地死去 也许 她一直压抑着 对爱人背叛的仇恨 从来没有过一天 真正的快乐生活 或许 她早就想一睡不起 但是命运却偏偏不肯放过她 让她继续承受着无尽的痛苦 此刻 秀珠到了真正解脱的时候 秀珠在我耳边低难着 你 记住 渡望 不是最后一个黑衣阿赞 以后 你要小心 不要在意自己的身世 痛苦地纠缠于过去 不如快乐地希望于未来 秀珠吸了口气 眼中神采连连 这是回光返照的特征 我的心随着她的身体 一起凉了 秀珠头一歪 慢慢合上眼睛 嘴角挂着微笑 像是睡熟的孩子 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道 虽然我不认识你 但是我相信你 如果有机会 帮我找一下我的弟弟 他的头发 最后几个字 我完全听不见 只得把耳朵凑到他的唇边 却触到了死亡的冷 秀珠死了 我心头已经被解开的疑惑 又变得模糊起来 秀珠不认识我 那在飞机上 和她一模一样的女孩是谁 她为什么会有个弟弟 又会是谁 头发代表了什么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就这样抱着秀珠 一动不动地守候在晚霞中 因为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 月饼摸出烟点上 塞进我嘴里 过滤嘴中 透出烟草的辛辣 仿佛带着点朋友的温暖 她说 我没有骗你 我也被骗了 相信我 就和我一起葬了她 出了万毒森林 回到学校 我会一五一时 向你说清楚 我抱起秀珠的尸体 怒然地走着 心里暗暗发誓 万毒森林 我再也不会进来了 好了 听友们 这篇故事到此结束 敬请期待 下一篇更精彩 不请期待 休息地描决 欢迎大家 稍睹 码 图